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据台媒报道,名媛孙芸芸的父亲孙道存已于11月17日凌晨因病离世,享年72岁 据悉,孙道存之前就患有癌症 在今年10月初获准保外就医监狱方面表示这是经过多方考虑 在评估孙道存的病情、治疗计划和生活自理能力等因素后做出的决定 因此孙道存10月1日就已经离开监狱 却没想到过去才一个多月,他就因病离世 属实令人唏嘘不已 孙道存是因为伪造文书和公益侵占罪两项罪名被捕 当时他被法院判决入狱4年3个月 孙道存就以自己生病并且年事已高的理由向法院申请只执行3年2个月 并且不断抗告,但最后最高法院依然驳回了他的申请 孙道存依然要服刑4年3个月 如今孙道存行期未满就离世 网友们十分关注他女儿孙云云的反应 孙云云是台湾知名白富美 出身富裕的她同时外表非常出众 经常会在网上分享奢华日常 还上过康熙来了等热门综艺 有着相当不错的知名度 而且她的丈夫同样来头不小 廖正汉是三桥实业董事长的儿子 很有商业头脑 上任第一年就让商场营业额超过了60亿 孙云云21岁就嫁给了她 并育有一双儿女 家庭幸福美满 妥妥的人生赢家 她和父亲孙道存的关系并不算非常好 孙道存生活风流和原配何念词分居后 就和影星延宁同居并生下三个私生子 正是离婚后更是和初中同学的女儿 比她小32岁的吴亦平结婚 耗费两亿 不知道孙云云会如何回应呢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 谢谢